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军援台湾法案 北京批评推升台海紧张 富人涉滩遭到调查 西班牙总理自行宣布暂停职务 巴黎文化奥运邀请台湾馆 殿庄皇后尼菲亚也将参与演出 新闻全球化带您看世界 我是黄明明 首先要带您看准总统赖清德 今天公布重要的国安外交人士 国防部长将由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转任 他的遗缺是由外交部长吴钊燮回锅 而新任外交部长人选则是林佳龙 新政府的国安团队备受瞩目 准总统赖清德 二十五号亲自公布八位国安人士 指出都是一时之选 具备跨领域专业跟经验 包括前屏东县长潘蒙安 接任总统府秘书长 外交部长吴钊燮 转任国安会秘书长 林佳龙接棒外交部长 至于文文国防部长也确定 有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担任 国安局长蔡明燕留任 现任海基会副董事长邱锤震 接任陆委会主委 郑文燦接任海基会董事长 严德发接长退府会 国安团队已自排开 不少沿用蔡总统的人马 而顾立雄接下防长的重担 外界放大检视文人部长身份 赖金德强调防长牵涉国防外交社会沟通 顾立雄是不二人选 文人部长也不少见 针对美军印太司令阿基里诺市井 中共二零二七年具备犯台能力 顾立雄定下目标 参与印太区域协同性嚇阻 让中共冒进时间不断往后延 林驾龙表示台湾外交路线会走向 以民主为基础的价值外交 产业日不落国的经贸外交 针对两岸情势严峻 郑文燦指出两岸关系是民主和平的重要支柱 赖金德更对中国喊话 要有自信面对台湾人民托付的民选合法政府 才是两岸交流的正道 针对国民党立法院党团520后 要赖金德复立院国情报告 赖金德强调只要立法院邀请 符合宪法法律安排 一定责无旁贷 欣然附会 记者黄志杰 张志佳台报导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中国访问三天 不排除可能跟习近平见面 而有美国官员表示 布林肯将明确表达美方对台海情势的担忧 也会要求北京不要在赖金德就职前后 采取任何挑衅动作 双方握手寒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展开三天的访中行程 25号会晤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 布林肯提及美中有义务管控双边关系 陈吉宁回应 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 也是世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并非一帆风顺 中美选择合作或对抗 攸关人类的未来 美国总统拜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月初的通话 和缓紧张的美中关系 布林肯中国行更被截读 肩负稳定美中关系 除了见上海商界和学生 26号将前往北京 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 还传出可能与习近平见面 布林肯强调 此行会恶阻毒品分泰尼贩运 以及解决美中歧义 中共加到扰台力道 升高趋于紧张局势 外界分析 布林肯这趟仿中之旅 会传达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记者黄梓杰张子佳台北报导 另外一个相关消失 是美国国会通过军援 乌克兰 以色列跟台湾的原外法案 拜登总统也在24号立刻签署 宣称这些法案 展现了美国的领导风范 也会让全世界更安全 不过北京方面回应 美国的做法 只会推升台海紧张情势 延宕多时的原外法案 终于在参众两院过关后 美国总统拜登24号 随即签署生效 这项总额达950亿美金的原外法案中 有610亿用在援助乌克兰 260亿援助以色列 另外80亿用在军援台湾 以及维持印太地区和平稳定 拜登强调相关法案展现了美国超级强国的领导风范 不过北京批评美国的做法 形同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美台强化军事勾连 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 也挽救不了台独注定失败的命运 只会推高台海紧张局势和冲突对抗的风险 中国国台办则重申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的立场 认为美国设计台湾的军援法案 将会对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而五国总统府和外交部 则在美国完成立法程序后 感谢拜登总统及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 持续以具体行动展现对提升台美合作 以及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视 公司新闻的惠敏别一 拜登同时签署的法案 还拜卦要求短影音平臺 TikTok去中国化 如果TikTok不在九个月之内 跟母公司切割 未来就要禁止在美国上架 不过TikTok执行长指控这项法案 违反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 扬言要发动法律战 一定告到底 就在美国总统拜登二十四号 签署热门短影音平臺 TikTok的去中国化法案 要求TikTok在九个月内 与母公司字节跳动切割 否则将不得在美国上架后 TikTok随即发表声明 指控这项禁令违反美国宪法 对言论自由的保障 将坚持反对此法案 执行长周秀之更扬言 周秀之质疑TikTok公司已投入数十亿美元 保护美国用户的各自安全 为何美国国会还要通过这项将摧毁七百万家企业 让一点七亿美国人保持沉默的法案 白宫二十四号则强调 这项法令并非TikTok的禁令 而是攸关国家安全之下 不得不的手段 也认为已经有投资者愿意购买平台 对于总统拜登签署法案 九个月后可能面临TikTok禁令 美国音乐创作公司表示 不意外会见招拆招 法律专家则认为诉讼在所难免 美国政府必须充分论述字节跳动 把持TikTok造成的国家安全风险 足以让政府有必要对言论自由设限 但TikTok已有法律战成功的潜力 前总统川普在二零二零年时 同样试图逼破TikTok 与中国母公司切割 最后遭到联邦法官基于 言论自由等考量阻拦 公司新闻这位人编译 在关心美国大学校园 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 越演越烈 许多学校都有抗议学生 被警察驾走 而美国众议院议长强声 还提出要让国民兵 进入校园维持秩序 更是对学生的愤怒情绪火上浇油 手持棍棒的锦力 进入大学校园 强制带走正在示威的学生 嘶吼声音推起不断 常便陷入一片混乱 自上周五 全美大学停巴勒斯坦示威 规模持续扩大 即东岸哥伦比亚大学 等多所民校 有抗议学生遭警方逮捕 西岸的南加州大学 和南部的德州大学 二十四号也爆发警民冲突 举拍大声示威 以色列为反击哈马斯 在加萨采取军事行动 导致人道危机 美国大学生要求学校 撤资以色列企业 还搭帐篷占领校园 施压校方回应诉求 但美国众议院议长强声 日前会见各大犹太学生 一番言论却加剧学生的怒火 暗示武装国民兵 可能进入校园 几乎势在挑衅示威学生 哥大是美国队尾巴问题 争论最激烈的大学之一 清巴和清乙团体对抗严重 强声就要求 哥大校长沙菲克下台 对混乱的局面负起责任 但学生却不买他的账 而在欧洲即将到来的欧洲歌唱大赛 由清巴勒斯坦团体 预计在场外进行抗议 由于本届比赛有以色列参赛者 且活动举办城市 居住不少穆斯林 主办国瑞典将提高维安层级 防止爆发冲突 公司新闻两眼编译 欧洲焦点是西班牙政治出现重大乱象 总理桑切斯因为太太被指控 涉滩遭到调查 星期三就自行宣布暂时停职 至于未来是否继续担任总理 他说二十九号再做说明 西班牙马德里地区高等法院 二十四号发表声明 指出有法官接到名为干净的手的组织投诉 以正式对总理桑切斯的妻子 戈麦斯涉嫌以全谋私和贪腐行为展开调查 桑切斯二十四号表示将暂停旅行公职 妻子也将权力配合 他也相信西班牙的司法公正 桑切斯在社群平台 泄了三大片的文章 否认所有指控 强调这是保守派与极右派政敌 所发起毫无根据的全面抹黑 和霸凌 试图透过攻击他的妻子导致 他的政治生涯崩盘 桑切斯将在四月二十九号正式宣布 是否将继续担任总理职务 对于桑切斯的澄清 民众反应两极 现年五十二岁的桑切斯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才连任总理 展开新的四年任期 但西班牙国会对立严重 专家分析假如桑切斯真的下台 西班牙有很大的机率 将再举行一次大选 才有办法选出新总理 再加上之前曾经闹独立的 加泰隆尼亚自治区 五月将进行国会选举 六月又有欧洲议会选举 西班牙政局恐怕只会更加混乱 公事新闻沈露佩编译 介绍带您看全球的异常天候 越来越频繁 南欧国家希腊 最近因为来自撒哈拉沙漠的沙尘暴 首都雅典的天空 被染成一整片橘黄色 另外在北欧的芬兰 已经到了四月底还下大雪 首都赫尔辛基变成银白世界 希腊向来带给人们的印象 就是湛蓝的天空与白色的屋顶 如今看起来像是来到火星 来自撒哈拉沙漠的沙尘 大范围笼罩希腊部分地区 天空变暗 空气品质下降 当局发布健康警讯 表示二十三号星期二的天气条件 让非洲的沙尘更容易移动 空气中的浓度增加 尤其希腊南部影响较为明显 不过二十四号星期三左右 沙尘暴江趋于平缓 但仅限于东部地区 而就在希腊变成橘色之际 北欧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 则因下起四月雪成了白色 芬兰国家广播公司以怪异的天气形容这场雪 报道指出芬兰北部降雪比往年多 部分地区积雪二十公分 南部交通打劫 赫尔辛基机场航班取消或延误 虽然芬兰冬天下雪很常见 但赫尔辛基地区交通局认为四月下旬 还有这样的降雪量 其实是不寻常的 也呼吁旅客预留时间提早出门 以免耽误行程 公事先玩黄运了 原意 现在就请批帅 从刚才的新闻出个题目吧 医疗消息要带您看 全美国第二位接受诸肾移植的病患 在手术十天之后已经可以用助行器走路 也能够清楚说话 恢复的情况 让医疗团队大感振奋 紧抓住行器 轻轻抬脚 缓慢向前 踏出这几步 对五十四岁的美国重症病患 毗萨诺来说 简直像做梦一样 毗萨诺才刚做完诸肾移植手术 在那之前 他觉得自己人生已到尽头 毗萨诺离患心脏和肾脏疾病病况严重到无法接受传统的移植手术 不久前医疗团队询问他 要不要试试看实验性疗法 装设心脏帮谱 并移植基因改造株的新肾脏 手术不保证成功 但也许可以带来一线希望 所以我只得了一个机会 在最悲惨的情况下 如果它对我没有办法 它应该是对别人的 然后它可能会帮助了 接下来或接下来 像是在窗户 你不能找到一路 我们找到了窗户 就是用了一股脂肪 我们可以马上拿出 从猴子 把她离开调查 然后让她选择 上個月皮薩諾完成手術 成為全美第二位 接受諸腎移植的患者 令人振奮的是 他術後狀況恢復良好 十天後已經可以起身 並靠助行器走路 這對醫學界來說意義重大 因為顯示將動物器官移植 到人類身上的常識 又邁進一步 至於重啟人生的皮薩諾 出院後最想做的 就是好好陪伴親愛的家人 公視新聞率您編譯 也是跟科技有關 AI機器人不只可以模仿人類 說話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實驗室 最近也研發出了一款 可以透過學習 事先預測 並且模仿人類表情的機器人 互動能力更進一步 無論是露齒微笑 還是皺額挑眉 畫面上的人臉機器人 模仿功夫一流 什麼表情都難不倒他 這個名叫Emo的機器人 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機器人實驗室 耗時五年打造出來的機器人 內建的AI模型 使他不到一秒的時間 就可預測人類的表情 進而做出模仿動作 牙醫研究員胡宇航表示 Emo採用自我模型化的訓練方式 可以對著鏡子 學習如何驅動體內複雜的機械裝置 做出微妙微笑的表情 此外他也透過觀看人類表情的影片 不斷精進自己的臉部表達能力 接下來研究人員將為Emo注入語言交流的技能 讓他能夠越來越自然的與人類溝通 未來有思想有情感 還能生動表達的機器人 渴望走出科幻電影情節 成為人類生活的一部分 公視新聞的惠敏編譯 為了迎接巴黎奧運 法國連首區一指的博物館 羅浮宮也加入宣傳行列 特別推出的在羅浮宮奔跑活動 開放遊客在館內做瑜伽 慢跑還可以跳舞 跟著瑜伽老師緩緩伸展身體 旁邊滿是有數百年歷史的雕塑 在法國巴黎知名的羅浮宮 做瑜伽可能嗎 真的可以 為了迎接巴黎奧運 羅浮宮的三號起舉辦首屆 在羅浮宮奔跑活動 邀請遊客上午八點到九點 開館前 一起來羅浮宮運動 參加者將在四個標誌性的展廳參加四場課程 每場十分鐘 遊客除了在擺放十七世紀 路易十四城堡雕塑的馬力中庭做瑜伽 還能在以伊拉克亞述帝國文化為主題的 科薩巴德庭 學習亞馬加舞蹈 接著在法蘭西國王過去的舞廳 女相助廳 大跳disco 最後在中世紀城堡牆角下 用有氧運動為一小時的活動畫下休止符 從四月二三號到五月三十一號 羅浮宮日記舉辦十六場在羅浮宮奔跑活動 每場允許約三十人參與 同一時間館內也展出奧林匹克主義 享受十九世紀末奧運誕生的過程 以及相關的政治 歷史背景 希望將體育與文化結合 讓大眾對即將登場的全球運動順勢有更多了解 公視新聞 蒜林編譯 巴黎七年還有文化奧運 獲邀參加的臺灣館將會以電子花車作為舞臺設計 表演團體也包括最近引起話題的變裝皇后 尼菲亞 美國知名的變裝實境秀 日前第十六季總決賽 由臺灣的變裝皇后 尼菲亞獲得冠軍 給那些人覺得自己不屁股 只要記憶著活著 和有勇敢活著 活著你的真正 臺灣這就是你 張開雙臂 服裝內的黑色氣球湧現 立刻聯想到臺灣的名產珍珠奶茶 讓人看了相當驚艷 把香蕉融入到服裝設計 尼菲亞每一次出場都以精緻的妝容 服飾 搭配優秀演出 吸引了許多目光 更成功打破了十進秀的亞洲魔咒 成為第一位獲得冠軍的臺灣人 我很幸運 就是目前生命中沒有一個聲音是說你做這個不行 對 所以我覺得謝謝媽媽 就是可以這樣一直 就是很完全之心 那臺灣也有參與 我們邀請了二十二個團體 超過一百二十個人進行現場的演出 那其中呢 有一個位就是尼菲亞 臺灣受邀在巴黎文化奧運設置臺灣館 將會有二十二個表演團體 一百二十多人參與 尼菲亞也將繼續發揮所長 不僅是臺灣之光 也成為自己的光 過期食品的問題並不少見 但是臺中市有兩家餐廳特別引起關注的原因 是他們標榜高檔和牛 卻疑似讓花大錢的消費者吃過期肉品 現在包括日本人在內的五個人都交保後傳 店門前紅色燈籠高掛 透明櫥窗還能看到頂級肉品展示 門口雖然掛著準備中的牌子 卻沒有營業的跡象 臺中市西區玉地和牛燒肉 有民眾向食安處檢舉使用過期肉品 消費者聽到消息感到相當意外 先前臺中西屯區和牛Emper頂級燒肉店被員工檢舉使用過期食材 遭衛生局重罰一百四十四萬勒令停業 現在又傳出同樣食安問題 檢調匯同臺中市衛生局二十四號針對兩家業者發動搜索 玉地和牛燒肉被查獲十六項餘期的牛肉 直接開罰一百九十萬元勒令停業 檢方傳訊兩件業者共八人到案 訊後將和牛Emper日籍被告三人 依涉犯刑法販賣妨害衛生物品 加重詐欺罪嫌 遇之交保後傳並限制出境出海 預定和牛燒肉送信被告等兩人 依涉犯刑法販賣妨害衛生物品 加重詐欺 未造文書等罪嫌遇之交保 任該和牛燒肉店之日籍被告 版本 酒保 三天等人 涉犯刑法之 販賣妨害衛生物品 加重詐欺等罪嫌重罪嫌 另名燒肉店之負責人送信被告及其肉品商業務 蔡親被告 則系涉犯刑法之 販賣妨害衛生物品 加重詐欺及偽造文書等罪嫌 台中市府表示 近日來食安查查 吹哨者制度發揮功效 兩件和牛案都有人檢舉吹哨 預定和牛燒肉吹哨者可獲得十收罰金的一半九十六萬元作為獎勵 市府也宣布 即日起將啟動日本和牛專案稽查 確切業者數量還在統計中 嚴控延燒的食安問題 現在要再把鏡頭交給批稅 告訴我們今天新聞猜猜看的答案 好的 芬蘭首都是赫爾辛基 而另外兩個北歐城市 斯德哥爾摩是瑞典首都 哥本哈根則是丹麥的首都 答案是3 你答對了嗎 謝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黃明明 我們明天再會 藝人的初心